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顆車款呢 是Toyota的RAV4 這個算是4.5代 它的銷售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好 今天要提升的呢 就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然後這部車呢 輪胎、旅圈都還是維持一個原廠的規格 車主就有加強了一些拉桿的部分 這個是Summit 溶影的拉桿 那今天要安裝的是道路板的避震器 這台車有常常開直播 那因為直播的畫素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今天我們用攝影的方式呢 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這個是前面避震器的上座 我們KT都有附上座 所以不用再拆原廠的下來沿用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往順時針的方向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呢 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鈴可以做調整 這個是2.0升 自然進氣的引擎 前面的話這台車 我們把彈簧的長度把它拉長 是220mm 是6公斤的規格 6公斤 後面的話呢 是210長 然後公斤數也是6公斤 所以這台車整體的配置呢 算是比較舒適的規格 那離載穿的部分 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或者是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甚至連這個ABS感應線的 副扣距 第二個扣距呢 我們也都有跟原廠一樣的相對位置 那車高的調整是靠統身可調 並不是靠一樣說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的調整車高的範圍呢 相當的寬 今天的車友 並沒有要把車高降低啦 所以我們大概會有大概6指幅左右吧 大概前面會維持大概6指幅 原廠的話大概是7到8指幅 只有略降一點點而已 那這樣的設定呢 也是KT在RAV4最高的設定 會比原廠大概低個1公分左右 那用料的部分 裡面的內部的油封呢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算是跟TIN都同一個等級的油封 那主寧友的話是使用 義大利一整筒進口的IP的主寧友 所以它的油品的消泡性呢 還有抗摔退度呢 都相當的不錯 我們再把鏡頭拉遠一點點 這個也有改了HID 原來的這個版本是乳素的燈泡 有改了HID 在這裡 前面的部位 這個是愛馬龍的電瓶 那後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結構設計 後面剛剛有提到過了 這個世代呢 是配置了214長6公斤 那如果是5代的話呢 它的懸吊就完全不同了 今天也有一台5代的RAV4要安裝 但是在台南的車友 這個是214長6公斤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在取決它的車高 所以這個幾乎已經調到最長了 那後方的安裝方式是採正插倒裝的方式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安裝 是因為這個調整機構呢 會落在下方 所以一般的車友 可以從輪胎後方呢 繞過去手指頭 就能夠觸碰得到調整器 所以從輪胎的後方就能調整到阻鈴 在這個鏡頭中間這裡 這個就是阻鈴調整 那一般的話還是一樣 30段的阻鈴可以調整 那像這樣的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常常在影片中跟車友們介紹的就是 它的桶身呢 長短度 並不能改變車高 車高的改變是在這裡 那車高的改變 是從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來改變的 所以它的車高改變幅度會比較大 然後後桶身的話 它的調整是在調整彈簧的預載 所以後桶身呢 它的不能說得太短 說得太短的話 彈簧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那如果車友們呢 這台車有降到譬如說 五指幅或者是四指幅之下呢 就會建議要改這一台的 仰角調整器 因為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的camper 後輪的輪胎角度會變趴 所以就比較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如果車高降低的幅度 有比較大的話呢 就會建議要改這個仰角調整器 那RAV4的四代還有三代呢 它的後輪的豎腳 豎腳是能微幅調整的 看一下拍不拍得到螺絲 豎腳的話是能夠微幅調整的 豎腳在這裡 豎腳的調整呢 那這個豎腳的調整也會微幅 微幅改變一點點camper的角度 最主要要調整大幅的camper角度 還是得要靠上面的這個支幅 它可以改成仰角可以可調式的 以上是這款RAV4安裝的介紹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都可以到KT粉絲團 詢問我們家的小編 謝謝大家 掰掰